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近年來世界各地恐怖攻擊頻傳 雖然台灣被列為低度恐攻的國家 但是隨著世大運19號即將開幕 如何反恐還是受到關注 面對來自世界131國 超過13000名外籍人士來台 包括國安、國防、警政等各個單位 幾乎總動員 力求為安,滴水不漏 請看我們的報導 先照一下你,先照一下你 世大運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台北市長柯文哲緊鑼密鼓賣力宣傳 似乎頗有成效 日前一份民調就顯示 有超過六成台灣民眾 關心即將到來的世大運 加我四個 第四場是中華打南韓 如果中華有進的話 一定會去買 熱門項目像是羽球極限等運動 預售票早就賣光光 冷門場次北市府也想方設法 輔助票辦活動送 就是不要讓觀眾洗冷清清 而世大運是台灣辦過最高層級的國際賽事 號召全民動起來的同時 維安當然也馬虎不得 活動十九號就要開幕 各國代表隊都已經陸續搭機抵台 航警局日前就舉行了 世大運維安與反恐宣誓儀式 投入寶三總隊並動員憲兵特勤隊 和航警霹靂小組巡邏 一般警力也在各國隊伍抵達時 全程陪同維安 而且就連海上安全也不能放過 岸局特勤隊就特別加強人流排除 和室內禁具作戰技巧 配上頂階裝備 一切任務準備就須 在世大運期間會派遣部分兵力 針對世大運部分場館做航孔維安工作 海巡署兩支甲種特勤隊 平日大都支援空警總隊的吊掛任務 但世大運這樣的大型國際賽事 他們也不會缺席 我先請教少宇 這一次世大運當然是台灣舉辦的 歷年來很大的一次運動賽會 超過一萬個人會到我們台灣來 然後有一百三十幾個國家 那這意味著這裡面的風險 會大大的提高 也許台灣過去是低度恐攻危險的國家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要針對 這些130國的裡面其中一支隊伍 希望能夠做恐攻 那時候會增加整個的風險 就是說恐怖分子如果真的進來 它會針對運動員或是台北市的 就是針對台北市做 它的目標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第一 台灣過去被列為恐攻威脅程度 是低度的國家並不代表就高枕無憂 就像上一節新聞 上一節我們講到西班牙 西班牙從上一次的這個 受到大型的恐怖攻擊是13年前的事情 而西班牙這13年來也非常非常小心 它也不會去故意去招惹這個凱達組織 或是ISIS 它甚至在2015年的時候 這個聯軍要去轟炸IS 它說我不參加 它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口頭上去支持全球的反恐活動 就等於是進一個口頭的義務 台灣也是一樣啊 台灣也是說我們支持全球的反恐等等 我們沒有派任何人去幫助這個實質上的反恐 可是西班牙也這樣做了 西班牙今天也遭遇到IS的恐怖攻擊 所以恐怖攻擊並不因為你是 但是你這個沒有實質來轟炸我 所以我就放過你嘛 不是這樣 藍元這一次的那個 我們當然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跟各個國家在做情報交換 我們也嚴陣以待 但是這裡面風險還是會有的 大家每次談到運動盛會的那個恐怖 就會想到慕尼黑奧運的時候 針對以色列比如說這樣子的攻擊 你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些風險的情況在嗎 我覺得風險當然是無所不在的啦 尤其是重點在於說 這是一個這麼大的賽會 它其實暗藏了各個可能的因素嘛 恐怖其實因素之一 假設今天ISIS想要去針對一些 備受矚目的全球的賽事 去進行攻擊的話 通常只要是奧運 奧運等級 奧運的次等級 大概都會成為大家認為 他們可以以這個為目標 因為他們就這樣舉世 舉世 政經 舉世 關注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它就是風險之一 那你剛剛講的慕尼黑那個狀況的話 實際上是一個政治上的動機 就它也存在於政治風險 那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你只要任何有一個 我覺得其實就自動所謂的恐攻來說 包括像歐洲目前的狀況也是 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 第一個它很可能是ISIS發動 它的聖戰是到你這個地方來 潛入到你的國內 去進行相關的恐怖攻擊 這是一種 那所以呢 你如果可以阻絕他們於境外 掌握到的非常的清楚的一些入出境的狀況的話 很可能可以造成一個相關的一個比較好的管理 但第二種就是說 它可能有一些所謂的信仰者追隨者 他不是從 他不需要從海外過來 他在當地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 在歐洲所發生的 他有些是當地呼應 就他並沒有說從哪裡 才從什麼他們那邊受訓回來 他就直接在這邊 因為我受到你的感召 所以我就決定要效法你呼籲的一種方法 手法 我去直接的在這邊呼籲你 那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種危機 就是你可能從這個海關 你再怎麼樣嚴密都沒有用 它是你當地本身的一些過去的知識分子 所以你是不是所有列管在案的 過去的一些罪犯 一些可能的 像美國他們通常只要大型的活動 通常那些可能的被認為的社會邊緣人 跟精神罪犯 就會有警察去跟他敲敲門 在這個活動的進行前去確認你在 你這個被管束的範圍裡面 那對臺灣來說 是不是這個動作也做了 因為我們臺灣有沒有任何有一個人 他只要不管是他真正的政治信仰上面 去呼應了他們 或者是說他精神上面有任何的狀況 他做了這個事情 你也不知道這是風險之二 那第三個是最近臺灣 你看今天早上 我後來看到我們今天要討論 這個題目的同時 就突然間看到 從中府不是發生了一個男子 他就持了武士刀 他去軍事館偷了一把刀 而且偷了把刀 還不知道 還這樣子偷了以後就沒事 然後就拿著把刀 去總統府旁邊 砍這個憲兵 這個血流入住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形成出來 對於臺灣來說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現在的臺灣的環境 氣氛有一點點騷動 那包括了說 一些因為政策的關係 然後上街頭的陳情的 抗議的示威的人也蠻多的 然後這些會不會有可能藉由 有這樣子的一個那麼大的 賽會那麼多人的一個狀況 然後因此覺得說 製造更多的混亂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能夠 完全排除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這樣一路 談下來 第一個也不用維言聳聽 但第二個也不能夠 放鬆警戒 這個對於我們的治安單位來說 對我們的國安單位來說 老百姓可以不要緊張 老百姓可以非常開心的 熱鬧的參與這個體育盛會 但是對於我們的政府相關的 維安跟警戒跟國安的單位 他們必須要非常的提高警覺 從國安到情治到警政單位 都必須要排除 掌握這我們剛剛講到的 所有可能的風險 這個事情 少羽你覺得還會有什麼樣 別的情況發生 比如說我們在奧運賽會 最近其實他也提到 比如旗幟的問題 在場內 名稱的問題 在場內彰掛大幅的國旗 當然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個愛國的表現 但有人覺得 這是一個政治上面的 一個宣誓的作用 對 我猜測 我覺得會有人會 會做這種事情 至於會有多頻繁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事情在 不是在選前 在這個 就是前兩天 上禮拜就已經討論 已經有一陣子討論 滿熱烈的 你看到有很多人就說 要推翻這個奧運模式 台灣就是應該叫台灣 不能叫中華台北 實際上做不到的 至少短期內是做不到的 可是既然有人這樣 提出來這個主張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人 去把它付諸實行 因為這是本小利多的 最好的宣傳 我也擔心 就是停電的問題 老實說 以前這個是完全不用擔心 你現在開始也要擔心 因為這是很大的賽會 不能丟臉 你知道嗎 對 而且萬一停了以後 可能 趁亂 體驗是不可抗拒 你沒有辦法去 如果像就上次一樣 誰知道中油會做這種事情 不可能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最後我們來談北韓的情況 北韓似乎的危機 現在最近有降低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會降低 當初為什麼又起來 將來會不會還會再起呢 這個是一個大家現在目前 不是很能夠摸得清楚的問題 我們待會來繼續談